我们今天说说烤拉 我们知道烤拉是澳大利亚生长的一种动物 就是说它只在澳大利亚有啊 别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像那个大熊猫似的 大熊猫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动物 首先烤拉它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说白了就是吃奶的动物 或者说喂奶的动物 就是它这个动物刚出生那一段时间 它都要吃它妈妈的奶 哺乳动物都是温血动物 我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动物它有这个冷血动物 还有温血动物 温血动物就是它动物身体的温度 不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我们人啊 人就是哺乳动物 当然人也是温血动物 人体的温度啊 不管是冬天或者夏天 不管这环境温度是冷还是热 人体的温度啊 基本上这就保持肯定不变的 如果你过低了或者过高了 那都是有问题了 那这个哺乳动物啊 它有一般哺乳动物啊 它都长得有毛发 在一个哺乳动物 它有个重要的特点啊 它身上都长得有基柱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猫 这个猫就是哺乳动物 我们看这个猫啊 猫这个它这身上就长得有基柱 这就是哺乳动物 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 再给我们看我们人体啊 人体呢也是有基柱的 就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基柱 我们都知道 这个考拉还有一个名字啊 有人把它叫做树带熊 好像它名字里面有个熊子啊 这考拉看着长得这个样子啊 也有点像熊 但其实考拉它和熊啊 没多大关系 考拉呢 它是有带动物 就我们知道有一些动物啊 它身上有一个那个 有个带子 它那个小动物啊 在小的时候啊 就在这个带子里面待着 这考拉呢 它也是有带动物 它身上也有个带子 它那个小考拉 也要在这个带子里面待着 这个一般啊 一般这种哺乳动物 我们知道哺乳动物 一般生下来啊 它基本上就长全户了 就身上胳膊腿啊 什么眼睛 这些东西都长全户了 但是这个考拉呢 这个不是考拉 就是所有的有带动物 它就不太 它就不一样 有带动物这种动物 它就刚出生的时候啊 它特别特别小 它就等于还没有发育好呢 还没有长好呢 急着就出来了 它出来之后啊 它当时应该就 它刚出来的时候 应该说就是 还是个陪胎的样子 这个它出来之后 必须要待到它那个 母动物那个带子里面 它就要在里面 它再发育 再长 还要待很长时间 它那个 这个带子里面啊 这个母动物这个带子里面 那个奶 奶头啊 就长在这个带子里面 所以说它待在那个地面 等于是它就待在带子里面 在带子里面睡觉 它也在带子里面吃奶 它这个有带动物啊 其实它有很多 而且呢 基本上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有带动物啊 它都是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 生长的 那这个为什么 这个澳大利亚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动物和别的地方 好像就 有区别啊 它这个澳大利亚 它这个地方 这个动物就比较特殊 它为什么这么特殊啊 人们猜测啊 有一个 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澳大利亚 它这个地方 它等于是 我们说澳洲 澳洲啊 它等于是独立的一个 这么 独立的这么一片地方 它和别的这种大陆啊 都会挨着 比如说 我们知道这个非洲 亚洲 欧洲 包括北美洲啊 这个都有 陆地是连着的 这个北美洲 在这个人研究啊 在很早以前啊 在那个北边 阿拉斯加那边 它其实和这个 欧洲大陆啊 也是连着呢 等于是 从陆地啊 就能过去 但是澳大利亚 它不一样 它很早呢 就和其他这些大陆啊 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啊 这就造成 它上面的动物的 那个发 那种进化 发展 发展 就和别的大陆 那个动物啊 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代动物 还有很多 比如说它这个袋鼠啊 袋鼠也是有代动物 你看这 它下面有个小袋鼠 再看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动物 下面这个动物啊 这个叫代换 这个看着比较吓人 它这个也是澳大利亚的动物 而且它这种代换 以前说是在澳大利亚 这个大陆上都有 现在呢 它只在澳大利亚 这个 在一个岛上有 澳大利亚旁边的一个岛上 这个岛当然也是属于澳大利亚了 就跟那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似的 只有在那个岛上有 它这个叫代换 还有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 这个叫代熊啊 这个也是澳大利亚的东西 别的地方都没有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代雕 或者叫代猴了 也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 那个下面这个 这个东西叫富鼠 你看这么小的 这看着就跟着老鼠似的 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带的 它身上也 它也属于有带动物 但这个富鼠它比较特殊啊 它在这个 北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它都有 我们再来看着考拉 在澳大利亚的分布 我们知道考拉 是在澳大利亚的一种动物 但也不是说澳大利亚 什么地方都有考拉 它现在啊 只是在这里啊 这就是这个 标成着橘色的这些区域啊 有考拉 这个地方 橘色的区域 它分成这么三片 最上面这一片 这个叫昆士兰 中间这一片 叫新南威尔市 最底下这个叫维多利亚 它这三片 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 中国的三个省似的 而且它这三个地方 这考拉不太一样 等于它就分了三种了 你看 这个最上面 这是昆士兰的考拉的样子 中间这个是 新南威尔市的考拉的样子 最底下这个 就是维多利亚考拉的样子 中间这个 新南威尔市的考拉 应该就是我们看的照片啊 什么里面 多数呢 都是属于这种考拉 我们看澳大利亚的地图啊 我们知道 这澳大利亚 它位于南半球 位于南半球 也就是说 它位于赤道以南 所以它这个 澳大利亚的地方 它越往北啊 离赤道越近 它越热 又往南呢 到南极越近 它越冷 所以说它和这个北半球 正好是反着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北半球啊 现在是冬天 那澳大利亚呢 它正好是夏天 还有我们看下面这个岛 下面最下面 最下面这个岛啊 这就前面说的那个 带换 带换生活的地方 就是说现在只有这个岛上 有那种带换 还有它这个考拉啊 越往冷的地方 在这澳大利亚 也就是说越往南的地方 越往南的地方 越往冷的地方 它这考拉呢 个头就越大 而且它身上的毛发呢 也越浓密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 它这个比较啊 下面这个 左边这个考拉 它就是属于那个 南边的 就是维多利亚考拉 右边这个考拉呢 就属于那个 西南威尔士考拉 你看这两个考拉 看着两个 一个看着 左边这个看着就壮多了 那考拉啊 它交配 生孩子啊 是在春天和夏天 现在这个 现在北半球是冬天 那南半球 澳大利亚 它那边就属于夏天了 等于是现在啊 现在正好就考拉 交配生孩子的时候 在交配完 三十大约三十五天后 这个母考拉 就把这个小小东西就生出来了 它生出这么个东西 这么个东西啊 它这个有个名字啊 叫这个J-O-E-Y 你看它这个就不能说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说 是还是一个一个考拉 它就是说 它还是个胚胎 它这个长度啊 就大约只有两厘米长 我量了一下我这手啊 我这手指头这一截啊 手指头这一截呢 还三厘米呢 等于它这个长度啊 只有我这手指头一截的三分之二 你看它这个这么个东西 它也没有毛 等于这个耳朵 眼睛都还没长出来了 你看前腿就这么个样子 后腿根本就还没有 就是它这个时候 它还是个胚胎呢 它这个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就这么小的东西 它这个虽然是这么小啊 但是它呢 它生出来它就知道 它必须要去 去它妈妈那个 那个袋子里面去 它有这种本能 它知道要不去 那个袋子活不了 这就跟那个 跟我们那个小孩 刚生出来 它马上它就有本能 它马上就会吃奶 它就知道去找 这个奶头吃 它这个这个胚胎啊 生出来啊 它就本能 它就说 它必须要去 去它妈妈那个袋子里面去 这个去它妈妈袋子啊 就这么个小东西啊 它这个叫 应该叫Joy吧 就这么个小东西啊 就这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看它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后腿还没有 前腿就这么个东西 它这个去 它就要去它妈妈这个袋子 就这个很难的 它啊 但是这个时候啊 它这个东西啊 它那个闻的 就是说它嗅觉很好 它能嗅到那个 带子里面那个奶味 就这个 摩考拉那个奶的味道 它能闻到 它这样的话 它就怎么找这个带子呢 它就闻这个奶味啊 就找这个奶味的地方 找 这样的话 就找到这个带子了 它到那个带子里面后啊 它就赶快去找那个 找那个奶头 它就去勤那个奶头 这个奶头啊 一到这个小东西嘴巴里面后啊 它就会自动就胀大 胀大之后 就把这个小东西就给吊住了 吊住之后啊 这样这个 母考拉行动的时候 它这个小东西啊 就不会掉下来 啊 你看这个呢 它就长得大了一点了 长大一点 你看它这个 耳朵有了 这个眼睛应该也有了 你看它这个爪子 爪子长得这么小 这个爪子已经很尖了 看这个 这个又长得更大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标本 它好像是一个 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 这个考拉啊 就这个小的胚胎啊 它需要在他妈这个带子里面 待六个月 在前六个月 它都在 都待在这个带子里面 它不出来 当然了 它待在这个带子里面 它也必须 它必须要在这个带子里面发育 再一个呢 这个带子也安全 它在带子里面呢 对它 那就是说 别的动物啊 不可能把它吃了 还有 我们知道 袋鼠那个袋子啊 它开口是向上的 这样的话 小袋鼠在里面坐着 但是这个考拉啊 它这个开口啊 是向下的 它这个开口向下啊 那这个小考拉 会不会掉出来 它不会掉出来 它就是说 它这个母考拉 它这个地方 有特殊的肌肉呢 就把这个开口啊 给它死死的 就关着呢 这个就跟那个 就有点像是尿尿 这些东西啊 也是开口向下的 但也不会说是 人整天这个尿 就会流出来 等这个培胎啊 在带子里面 发育六个月后啊 它就长成一个小考拉了 等到这个六个月后啊 这个小考拉 它就是开始出这个带子了 它就有时呢 出来出这个带子 出来转转 这个时候啊 这个考拉的身长 大约就是20厘米长 我量这个铅笔啊 这个铅笔啊 大约就是18厘米长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还是很小 而且啊 它以前不是在这个 在它妈妈那个带子里面 待着吃奶 现在它长大一点了 它就潇洒一些了 这个时候啊 它就躺在它妈妈的肚子上吃奶 我们下一次再说考拉后面的生活 非常感谢你看这个视频 我是在加拿大的图书馆里面 看到这些关于动物的书 关于考拉的书 其实这些书啊 是癌童读物 但是我看了后啊 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就没有这些有趣的书 最起码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书 我看了后啊 也想把它分享出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